美国的人口超过三亿两千多万 根据最新的统计 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 他们有听力损失的毛病 而专家也说 听力损失对生活带来了许多不方便 在全美拥有3800万会员的 非盈利组织AARP 就来呼吁华人要预防听力损失 最好要定期做好治疗 还有及早检查 看卡通的动画 从小就来认识我们的五种感觉 鼻子有嗅觉 香水鲜花好好闻 臭袜子垃圾很臭 嘴巴有味觉 甜酸苦辣 各种味道都尝得出来 眼睛有视觉 可以看美丽的人事物 快乐伤心都看得到 打东西 打电脑 玩手机 双手腕能有初觉 还有耳朵有听觉 火箭声空 电话的铃声 飞机的响声 都靠双耳来听 五种感觉缺一不可 如果少了一种感觉 人生会不会变色呢 谁都不希望失去任何一种感觉 而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听力损失会更严重吗 答案并不是这样的 数字会说话 AARP首席医疗长Shala提醒华人 听力损失对健康和身材 造成的伤害非常的可怕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最新调查听力损失 会增加失忆症发生的危险 不要失忆症上升 就要好好保护听力 如果没有听力 你根本无法跟亲人 互相的沟通和互动了 孤独寂寞的感觉不好受 虾乐强调全国听力研究机构的调查 听力损失的员工 每年薪水比正常人少了三万美元 真的不要跟金钱过不去 耳机不离声 年轻人表现帅酷 演唱会音响开得超大声 听得过瘾 玩得开心 长期暴露在耳机 集中且密集的音响环境下 永久性听力的损失 是很难避免的 现代人高度依赖3C的产品 高科技虽然方便 伴随而来的听力损失 更有廉期化的趋势 值得重视听不见听力不好 我们该怎么面对呢 AARP制作听力损失的宣导片 传达对大家的关心 保护与预防听力的损失 及早检查听力很重要 不理会他听力会越来越不好 你的亲人或朋友听力不好 不要怕丢人 及早的就医勇敢来解决 我的弟弟从小就没有注意到耳朵 结果他现在60多岁 他的耳朵有一只已经不能够 但是不要怕 我弟弟手术做得很成功 装了一个人工耳朵 直接代理进入网站 帮你快速又容易地做听力检查 AARP会员更享有优惠 为了追求快乐的生活 为了享受健康的人生 为了你的智慧大佬 ARP关心理生活上的好帮手 想要知道更多保护听力的资讯 欢迎上官网来查询 东东新闻在纽约洛杉矶的采访报道